電視利用ADO新增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把那六個欄位的資料先丟過來 那我就是串過來 先連線 先產生一個ADO的Connection物件 然後呢透過這個物件去檢查一下 到底連線MySQL的驅動程式到底有沒有存在 如果有 然後呢也知道他的 IP位置 然後也知道哪一個資料庫 和他的帳號密碼 那接下來就可以連線 連線之後的話呢就把那個SQL語法 直接丟給 那個MySQL然後就把它執行 就可以新增一筆進去 不過可能要檢查一下 如果你電腦裡面 假如沒有裝這個驅動的話 那也沒辦法連線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裝這個驅動 基本上你可以從那個 控制台裡面 找到一個叫做系統管理工具 其實裡面預設好像是類別吧 你就把這個改成什麼 大圖式吧 改一下 然後呢改一個系統管理工具 裡面的話呢 可能要找一下那個叫ODBC 的這個選項 那其實Windows是透過這個資料來源ODBC 去管理一些驅動 那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打開來之後這邊有驅動程式 這個驅動程式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呢就有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裝過 如果你打開驅動程式裡面 沒有買SECLE的ODBC的 我是版本是5.2的那個 unicode也好 或者是 Ansi也好 這個unicode指的是unicode的 語系喔 OK 那我們是透過unicode 去存取的 好 你可能就是要到那個雲端上 我這邊有放 這個 就是 買SECLE的 如果你把這個下載 並且安裝的話 基本上 就會看到 在那個ODBC裡面就看到這個驅動 OK 這邊其實就是這個 裝起來的話就是 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要的 但是 我在雲端上 除了有放Win3的 有沒有 基本上我們 這邊安裝的office的版本是32位元的 但是 我剛好遇到過 其他地方上課電腦 比較新 比較新一點 2016 而且 我本來只有裝三個 因為想說 目前用office用32的為主 64應該很少 沒想到他那個電腦 是裝的是64 所以一跑 奇怪 居然沒辦法連線 後來想說 有可能是什麼 他是62的 64的 所以我就把那個64的驅動 灌起來之後 再執行 卻OK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32跟64 主要是 根據office的版本 所以你如果office版本 要確認一下 是裝32還是64 對 一般其實還是32為主 但是如果新一點的電腦 有可能裝64bit 那就有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乾脆兩個都裝就好了 OK兩個都裝 一定就OK啦 只是說 當然 測試是可以這樣 不過還是要精準一點 這兩個 那目前我抓的是 5.27的版本 當然還有更新的 那你裝完之後 你會發現後面的 公司是Oracle 也就是說這個 買sego後來也被 Oracle給病 所以 基本上 也許未來 從自由軟體 也許有可能又會變成是 商用軟體 OK 不過這個目前 現在使用就OK的 那這些都 準備好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連線 所以基本上連線很簡單 那當然不是只有 ADO 就是 Excel 用 ADO這樣做啦 其實你用R 或用Python 或者PHP 其實他的連線方式 基本上都雷同 一定要建一個connection 一定要有個driver 然後呢 一定要告訴他是哪一個資料庫 帳號密碼 這些都必要的 那只是說寫法稍微有不太一樣的那個部分 不過呢他的觀念都大同小異 那我們就 把這個 把它執行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先執行一筆 再執行多筆 我們先試一下 那先確認一下就是目前的資料 我這個資料表問題02裡面沒有任何的資料 OK因為我把他剛剛用SQL裡面的delete delete from 有沒有 問題02 其實 delete from 問題02 意思是把裡面的資料全部刪掉 按個執行 他就幫我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清空 好清空 之後呢 我們再到eSale裡面 先試試看 因為清空之後呢 再來確認 這樣會比較 OK一點 那我們把那個剛剛的程式 我再弄一點 因為我這一台 實在有問題 他會一直盪掉 OK好 那我們新增一筆看看 我按F8好了 如果我不確定說 程式 OK 我用F8 F8 他就組行新增一筆 那這個時候R會抓到的是15 所以抓到的是第15列 最下面有列 然後呢把那個 0014 先丟到A 然後CD都到B 一次類推 一個一個的先丟到 那個前面的ABCD 再把這ABCD的這幾個變數 實際上ABCD指的就是 我這邊的這這幾個 資料 然後呢丟給誰呢 丟給那個 就是 利用ADO新增資料 的這個 副程式 他要引述 就把 這五個東西放在ABCD 然後呢 去建立一個連線 Convention建立起來 然後呢驅動 現在就連線到資料庫 不過特別注意喔 之前有同學問一個問題說 老師那是不是這個一定要啟動呢 當然啊如果你這個沒啟動的話 那他一定連線失敗 為什麼因為 這個這一行意思就是說我要連跟他連啊 如果你現在 買Seql沒有打開的話 那一定會 這一行就掛掉了OK 所以特別注意這一行 這個Serve一定要打開 Serve有打開 然後連線有沒有成功 成功了 然後呢把Seql語法 串接起來 OK 並且怎麼樣呢把Seql語法 所以Seql Ctrl G 問號 就是print 把Seql裡面的資料print出來 你會發現 Seql裡面的東西就是什麼 Insert into 有沒有 這六個欄位 Values 就裡面的資料放什麼 放這些 OK 那其實意思就是怎麼樣 利用ADO 幫我 傳遞 這個Seql語法 給MySeql 丟到MySeql MySeql收到 對不對 所以怎麼收到呢 用Execl 有沒有 Execl 所以這邊 Execl 如果 這個地方 你裡面的這個Seql語法沒有打錯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Execl應該會成功 但是特別重要如果你裡面 Seql語法裡面有錯的話 那Execl就會失敗 那這個也是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常常 城市這個地方最容易出錯 如果沒錯的話 假設 執行 你越慢越過了 然後 這個時候的話呢 會跳一個Magic Box 新增 成功 那再來的話就 離開了 好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呢 切到那個 MySeql裡面 再點選 那個問題 2的資料表 點他一下 這個時候看一下 如果說呢 這邊多了一筆資料的話 那表示呢 我新增一筆成功了 OK 那再來就是做什麼呢 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 其實跟新增單筆有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就是點多多了一個什麼 跑個回圈而已啦 因為新增 新增單筆是 抓最下面一筆 新增全部是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第幾筆呢 第2筆 到最下面一筆 所以是 For I 等於第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做什麼呢 把 第一個先放ABCD 然後一樣呼叫 再來就是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一式類推 所以我這邊 假設其他程式應該沒問題的話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總共有14筆 不過呢 也在瞬間 4筆 14筆全部丟過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切到那個MySQL裡面 把它 再點選那個問題2 在這個資料表 點一下 你會發現 12筆又過來了 有沒有 OK 那待會的話就是 如果全部都丟過來了 那我就 希望做一個cycle就是 我先把資料丟到MySQL 然後把Excel的東西刪掉 再從MySQL 全部再抓回來 放到我原來的位置 就是一個循環 OK 那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 不是很 複雜 但是很重要一點就是了解這個 連線的方式 不過 如果這些不用背了 因為未來你可以拿這個來當範本 只要 這些OK 而且是MySQL的話 寫法一模一樣 但是未來如果說你的資料庫換了 比如說你換了另外一種資料庫 沒關係 只要能夠找到驅動程式 應該都找得到了 安裝起來 把這一個部份的名稱改一下 名稱應該叫什麼 其實你可以 去 剛剛講那個 系統管理工具裡面 這邊不是有個驅動程式嗎 你會發現 這個名稱 會跟什麼呢 這上面的名稱 要一模一樣 OK 有沒有 這個名稱 跟這個名稱 完全 一模一樣 只是我抓的名稱 有的 這邊有大小寫 他好像不區分 不能打錯字 如果打錯字他都抓不到了 OK 我畫面的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我們也先在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 後面就刪除 然後再從那個 MySQL再把資料讀回來 我 避免